那記得 對你看到這裡 記得先按影片先按讚 然後訂閱開啟小鈴鐺 接著再繼續看影片 這檔開頭 OK 大家好 我是Kobe 那今天呢 又來到我的訓練的場所 永和國中 那今天訓練的內容呢 就是短的間歇跟長的間歇的交替 那訓練間歇呢 其實就有很多種交替的方式 每個方式呢 訓練的效果當然都有所不同 那我今天呢 主要呢 會先跑一個1000公尺的節奏跑 接著呢 再去做400公尺的 5000公尺配速的 呃...配速跑 那中間過程休息呢 我只休息200公尺的 短的慢跑跑修 那以我自己的跑修 我會抓大概在5分數到4分45之間 也就是說每一圈200公尺是 55秒到60秒 就是4分半到5分 那就看體感的狀況去決定 今天的休息時間要怎麼跑 那快的節奏的話 1000公尺的話 基本上我會用3分20秒的節奏 然後我的400公尺的節奏 會用76秒到74秒 也就是5000公尺 15分50秒到16分05秒10秒之間的節奏 那大概就是今天的訓練的內容 那希望大家今天看得開心滿意的 好啦 那就這樣子 那我先去熱身了 Check Hu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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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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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環跑會不會 最後一趟是不是有變快 有啊 慢跑有時候 會加速一下 然後讓心肺有一點刺激 那船比較開一點 等一下訓練的時候會比較舒服 因為心肺會被熱開 也就是說有熱機的概念 就像摩托車發動的時候 為什麼天氣冷要先熱機 因為吹油門的時候才會快 才會順 所以最後幾趟電快是正常的 看每個人的習慣其實也不一定 因為你有慢跑過就會熱開了 然後會做加速就是個人習慣 因為我可能覺得這樣跑 肌肉跟整個關節會打比較開 前面慢跑熱身嘛 然後過兩公里後 最後一公里可能加個速度 有點像是劍速跑 大概是這樣 每個人習慣不同 對啊 好 熱身 哎唷 好像有一點 藝術感 上肢的熱身 因為大家注意就是你的上肢 緊繃會影響你下肢的擺動 因為上下肢就有點像是大小齒輪 上肢帶動下肢 下肢帶動上肢 那就是大概是這個概念 所以你的上肢肩頸也需要做足夠的熱身 我跟妳講 運動不管是對抗疫情而已 我跟妳講還有一個重點 預防你的心血管疾病 然後增加你的自體免疫力 然後增加你骨骼肌的強化 讓你在跌倒或受傷的時候 不會那麼容易催起 骨折 受傷 這是真的啦 所以運動還是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呢 希望你看了我影片之後呢 開始會動起來 對 救你一命 然後記得想要課程 歡迎Kubishi跑步訓練班工商時間 就是暑假又要去移地訓練 所以呢 八月就沒課程 所以大家就記得五六月 五六七月趕快報名 然後一對一的話呢 不分時間都可以讓你上課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 Facebook粉絲專頁私訊起來 沒錯 課程很便宜啦 感覺好像滴火湯 如果現在你看到這個影片 Kubishi教練其實呢 我本人也有安排所謂的線上課程 那線上課程呢就是幫你安排訓練的內容 然後呢讓你去訓練 那費用的話呢 私訊都可以告訴你 那這個訓練內容 主要是因為你有花一筆錢 然後我會幫你安排訓練 你就會覺得有花錢 然後你就會有動力去做訓練 那這也是一個 讓你們開始訓練的一個方法 線上課程真的很推 因為教練蠻多學生是線上課程 因為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在台北桃園地區 所以呢 大家可以視訓起來 然後呢還會送你專屬的Kubishi跑步學員班 專屬的衣服 就這樣 所以呢趕快訂閱 訂閱 就是訓練前後的熱身手操很重要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跑 不要一直覺得說什麼好像體重重 或者說你有受傷過就不能再跑步 接著 預備 Go 这些呢本身就有很多种配速的方式 那至于我跑了这个1000加200加400加200这个节奏呢 就是用我5000公尺左右再卖一点点到1万公尺的配速 那主要呢我想训练的内容呢是训练我的半码能力 所以呢我中间呢就用了这个比自己半码配速还要再快一些的能力去做今天的训练 主要就是不要让自己身体完全恢复 所以呢我就一直都是做动态的这个训练跟恢复 在过程中1000公尺确实是还不会到太辛苦 但穿插在200公尺的这个变速上面呢 就会让我的心肺的刺激相对增大 那在这时候呢在400公尺的节奏再拉的比1000公尺的配速再快一些 大概就是5000公尺左右的配速节奏 然后再衔接一个200公尺的配速的恢复 总距离4800公尺 三组就是4800公尺 那如果一次跑完5000公尺在16分40到半之间呢 其实都没有到这个这样子的间歇能力来的痛苦 所以呢主要就是让自己的心肺不断的刺激往上走 然后呢身体也不会有完全恢复 但切记这个慢跑的速度呢就不能太慢 但这种跑法呢还是要看个人的身体能力啦 每个人的跑修跟慢跑的速度都会有所不同 现在是儿童节啦 今天是儿童节 我先礼拜三 那我礼拜二啦礼拜一都没有练习 吃了八个肉 今天跑起来看真的有感觉喔 也宁愿要慢跑啊 真的不能全体球 不然身材是 应该是没有走样吧 是没有啦 但是 但是真的类似 体内的脂肪啊 热量真的比较多 跑起来很痛苦 就是身体动作没办法维持 所以 饮食还是相对重要 但是你说偶尔一两餐还好 因为我是两天都乱吃嘛 我吃什么 然后白鹤鸭头八百炸烤 烤炸八百 饼干 吃了大概五六包 两天 然后 饮料狂喝 茶跟水也狂喝 然后 面狂吃 至少六七碗以上 然后饭一直吃 然后润饼吃了八个 你就知道 润饼里面还有包面 喔喔 对 然后还有包烤鸡 香肠 你知道吗 真的超高 你自己太丰富了吧 超油 所以你看儿子油油的 你又吃的跟过年一样丰盛欸 你过年也丰盛你看 哇 所以 今天跑得也很丰盛啊 跑起来超痛苦 主秀一下 等一下再做第二组 然后 我觉得临时改一下 就是大家记得 其实就算我是你们的线上教练也好 课表安排是一个死的嘛 对不对 像我刚才说要 一千加四百 然后两组 可是身体状况不好 我做完一组之后 就调整 再做一趟强度 那就结束 那这样子其实你的训练效果也很好 因为你当下其实体感已经刺激到了 那你在多练 其实不一定会比较好 有可能会 因为肌肉的可能不稳定啊 疲劳啊 撑完之后你可能觉得进步了 可是其实没有 你只是在造成你伤害的 潜在因素累积过 有可能会进步 有可能是伤害 因为那就是一线之间嘛 你撑过就进步 那你撑过有可能就受伤 对 其实训练观念就是这样 所以 希望大家就可以 凝记在心 持自己很规律 的训练才是好的 还有良好的作息 不能像我一样 通常你们主修都修多久 主修啊 看体况啊 心率下来就可以开始了 好啊 看心率的 看心率 因为现在都有心率表嘛 心率可能低到110 就可以开始下来 现在心率还在120几 上下排回来代表身体还是很疲劳 而且如果你没有掉到120以下 除非你的肌力跟身体状况很好 然后你只是因为熬夜心率高 那可能可以撑在高心率跑完 可是 如果你在强度已经觉得很刺激 然后 休息的时候心率还120-130 那他如果没有降下去 你在开始的话 其实你可能两圈 一圈后你就爆掉了 对对对对 这是一般人比较没有发现的地方 那其实训练真的就是要有 对小事 数据啊 没有就是这还是专业啦 所以请找专业教练 我真的没有品牌签约啦 所以 其实也是不想啦 如果厂商要拿鞋子 就是要给我试 其实我帮你们开箱的都很乐意 但是 我真的没有要品牌签约 因为 毕竟你鞋子还是要长期穿嘛 然后 还有一个东西是习惯啦 不要只追求好看 对 但不好看就没有要买 呵呵呵 这个 为什么要吃胶 其实在训练的时候还是要吃 因为有时候你比赛的时候 肠胃会有不舒服 因为你不习惯那个胶 那很多品牌啦 不是只要吃我这个推荐的 因为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去腔课啦 因为胶里面 它含有成分 每个品牌不同 有些是 碳水啦 有些是蛋白质 那有些是像这样子 就是能量 能量里面可能就是一些糖分 跟一些天然的东西 BCAA啊 一些 BCAA就是一些那个 氨基酸 就类似这些东西 那其实都大同小异啦 然后有些有咖啡因 然后毕竟 你在训练过程中 其实就是一直在吃鸡破坏 所以补给也是非常重要 对 所以我训练过程中 如果主修就还是会补给 好下一个呢 强度前 那中间过程也可以补啦 看你修的时间 可是我们刚才都只修60秒 你也没有时间补啊 所以算是大修跟大补 好我们现在 再休息一下 就主修那个心率还没下来嘛 因为你看 还在112 我们现在休息大概3-5分钟了啦 对啊 我告诉你们休息要怎么修 大休息 这样可以修吗 瑜伽的 瑜伽的大休息不就这样躺 是吗 有 对不对 躺在瑜伽室然后就这样躺 所以我们大休息就在睡觉 就是要睡觉啊 但是翻起来然后就睡着 可是我跟你讲 就是你身体啊 就是你有在高强度的时候 千万不要躺地板 大家知道为什么 因为地板很多戏剧 然后你免疫力阵地的时候 躺在地板就会马上被戏剧去趕来 哈哈哈 在那边 这认真的啦 我没有胡乱的 所以说你这时候手啊 都不要去碰 扣鼻 摸别人的就好 哦 OK 要比你来摸一下 OK 好了 等一下我们二阶准备开始 二阶的训练呢 等一下就是用节奏跑 那节奏跑的话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做完强度了 那接下来就是稳定我们的 目标配速的节奏跑 那大概就是40到42秒 就是比节奏跑再快一点 去刺激你的心脏 然后最后呢就这样结束了 今天的训练就是这样子 没有很累 他怎么有点歪歪的感觉 这样子 好 OK啊 那就这样子吧 去 好来预备 go 那在心率下降之后呢 我就直接进行我的三千公尺配速了 那整体跑的感觉呢 大概到两千公尺之后 才会有感觉呼吸比较急促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内容就是 最后 这个每一圈的感受度会越来越痛苦 那相对的如果有人在前面带跑的感受度 当然就会下降很多啦 因为毕竟 你只需要跟前面的节奏 如果他节奏没有很乱的情况下 确实是会让你的 跑步的效率提升的 所以呢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 就是一群人 比你一个人练的还要更有效率 在伙伴的刺激 还有包含他的配速的能力 如果很稳固的情况下呢 那跟跑起来的话 就会非常的省力 也非常的舒服 OK 最后的结束 好数据 好大家看大处 OK 最后三千公尺呢 十分零一秒 然后迅速的三分二十秒左右 那刚才做完第一阶段的一千加四百 接着主修六到八分钟 让心率降下来之后 再做一趟配速跑 那今天训练我觉得还不错啦 大家刚才有看到吧 假日吃两个轰饼 八个轰饼 之后呢 身体很重 那今天就刺激一下 然后今天算恢复 那整个强度就这样 那希望过程中大家看得开心 好啊 接下来等一下就收抄了 那构成内容 希望你会喜欢 那就这样子啦 那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下面留言 然后告诉我 然后呢 未来会拍出更多 相关系列更有趣的影片 那大家想看什么 底下留言 我考虑再告诉你要不要拍 好啦 就这样啦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 开始小铃铛 小老来自永和234 AKA冯夕教练 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记得去我ISG Instagram Kobe-08.24 或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底下的快栏 按进去都可以直接到那个连结 订阅起来 好 就这样子 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要慢跑收藏 在强度过后啊 就会做个缓和跑 让你的身体的核心温度 包含你的一些小肌肉肌群 放松 然后接着再做静态伸展 那就结束今天的训练 对 刚才因为我们是跑正向 所以我们现在会跑反向 那大家为什么会跑反向呢 主要是因为你跑步的时候 会一直做同一个瞬时针 或逆时针的方向 换个方向的话 就让你的肌肉的另外一个部分 也可以做到就是 两边的不同的 就是平衡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有人逆向跑 就不要靠腰他 可是如果他是在跑道中间 那就 就 也不要靠腰他 提醒他敢在走 也不是 就你自己要小心 我觉得 也不能说你自己要小心 应该就是 叫他去外面跑 OK 好 好 就是轻松跑啊 然后 可以聊天的速度 不要让自己觉得会喘 因为毕竟就是慢跑 所以 节奏会比较轻松一点 唱歌啊之类 就是放松嘛 就真的放松 看一下前面 OK 放松 撞到又是另外一位 哈哈 耶 真的甜甜也比较像那个 夏天的感觉 滑手机也是必备啊 哈哈 没有 没有啦 我还是要回讯息嘛 大家知道教练的真实身份 除了YouTuber以外 网路 知名 文书作家 啊没有 在这里说的 还有24小时克服 还有24小时克服人员 所以我刚才在克服啊 他训练的时候是在克服 OK 一个是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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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 GO 你刚才从天亮练到天黑 所以 年轻人们 知道吗 我自己帮自己打光一下 行 等一下 所以年轻人 年轻的运动员们 知道了吗 当运动员是很辛苦的 但不过呢 也不是真的没饭吃 还是更呼吁啦 更多人 踏入这个 圈子当然是好的 但是呢 你要完整想好你的 不然是未来规划 还是 怎样 就是 不要盲目的训练 但是在你学生时期 就好好训练 不要想那么多 毕竟 能够无忧无虑训练的时间 真的很短 那这也是呼吁给 各个 在看我的年轻的运动员 或大学生们 对 那我也不是什么很成功的人士 但是 至少 要 用我的方法 用自己的方式 然后持续的在为这个 运动 圈 还有 职业生涯继续延续下去 那也希望更多的 年轻的运动员 或者在看影片的年轻人们 可以想好你的未来规划 然后 不要那么早的放弃 那如果你 没有真的那么喜爱这项运动 那就早点转换跑道吧 去找一个 对你有帮助的 不管是职业也好 或者 专业也好 就不要 说难听一点 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个地方 对 因为毕竟 可能你未来没有走这条路的话 你只是 混在那边 然后去打工 其实我觉得意义也不大 那如果是要交朋友 我觉得 ok 好啦 就这样 掰 你来摸一下 让自己的队友倒了 你就不会那么痛苦 上一集有讲 当别人痛苦的时候 你就没那么痛苦 你的上一集的伙伴 在这边 痛苦是比较出来的 所以你看他比较痛苦 你就觉得 好像没那么累 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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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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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